我也觉得丑 吃宝贝在这一点上 跟他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不放心地跟个老头子似的 扭过头叮嘱了吃恩恩 但是丑人多作怪 女人 你要小心一点 最好让霍叔叔找人盯着他一点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相似 就冲着那个女人刚才想要纠缠隔壁老王 就可以看出来他不安好心了 像这种女人折腾不出什么大风浪来 但是还是要防着一点 有时候一颗老鼠屎 有可能坏了一锅汤 隔壁老王马上就要跟吃恩恩结婚了 像这种上蹿下跳的老鼠屎 让人盯着一点 总没错 是是是 管家婆 吃恩恩看着他小老头子的样子 忍俊不惊地拍了一下他的头顶 转移他的注意力说 你不是要买橙汁吗 那赶紧的 电影要开始了 吃宝贝张了张嘴 还要说 吃恩恩已经抢在了他的面前 赶紧地道 我知道了 我会让哈斯派人盯着他 你放心 忧国忧民的漂亮小少年 这才放开了宁起的眉头 这还差不多 他扭过头 注意力放在了柜台上 指着各种饮料说 我不要橙汁了 我要美年达 美年达也是橙汁的一种 不过是汽水 不行 吃宝贝想都没有想的拒绝了 橙汁和柠檬水 你只能选一样 我今天想喝美年达 吃恩恩在原则问题上分毫不让 避开他投过来的可怜巴巴的眼神 说道 你今天晚上已经吃了串串香了 所以不能喝汽水 你要是想喝呀 那明天喝都可以 小气鬼 吃宝贝嘟囊了一声 不情愿地道 我喝柳橙汁 比起柠檬水 还是橙汁好喝一点 吃恩恩的眼睛里带着笑意 温柔地对柜台小姐说 麻烦你给我两杯小可乐 一杯柳橙汁 还有一个爆米花 好的请稍等 柜台小姐手脚麻利地装好了 她要的东西 放在了柜台上 顺便偷瞄了一眼旁边 高大英俊的男人 说道 您一共消费了四十五 请问现金还是手机支付 现金吧 她正好有零钱 吃恩恩从前家里 拿出了四十五块钱 递了过去 柜台小姐收下之后 清脆地说 谢谢您的会顾 祝您观影愉快 吃恩恩端着柜台上的东西 把饮料分给了一大一小 再把她那一份爆米花 交给了吃宝贝 那电影快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好 吃宝贝抱着爆米花 跟在了她的身边 丽北角则是走在她的左边 三个人一前一后地进了影院 检票员帮三个人 检了票之后 目送着三个人进去 才窃窃私语的道 哎 那是一家人吗 男的长得好帅呀 还有那个小孩子 小孩子长得也好帅呀 那么小就那么酷 以后长大了 那肯定是一个花美男 你们关注的重点错了 老公和儿子都那么帅 那个女的才是人生赢家好吗 嗯 确实啊 这种要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才会遇到这么帅的男人 生出同样优秀基因的儿子 那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唉 为啥我就遇不到呢 要是都能遇到啊 这辈子都去拯救银河系去了 因为是陪着吃宝贝看电影 看的是吃宝贝最喜欢的 蜡笔小心剧场版 电影的内容怎么说 呃 勉勉强强吧 但是 真的是不是适合两个大人看 吃恩恩还好 丽北爵简直想要砸屏幕了 幸好 动画片的时间都不太长 不到两个小时就播完了 从电影院里出来 他才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该死的 要是在里面再看下去 他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已经这么晚了 走吧 回去吧 吃恩恩走在他的身后 实实地说 他没想到 丽北爵能够坚持陪着吃宝贝 看完今天晚上的电影 他还以为 他最多看一半 就会找借口出去了 没想到 他坚持坐着看完了全程 虽然现在的脸上不怎么好看 吃恩恩还是觉得暖暖的 嗯 丽北爵难看得脸色缓和了一点 对他们说 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开车 好 等他走开了 吃恩恩才去问一旁吃饱喝足 玩得心满意足的小家伙 宝贝 今天晚上好玩吗 本来还在玩手机的吃宝贝 抬起头 黑白分明的眼睛 瞄了他一眼 揭穿了他 你是想问我 隔壁老王对我好不好 对吧 被看穿了 吃宝贝撇了撇嘴巴 勉勉强强地说 嗯 还行吧 他本来就应该对我好 他不是我爸爸吗 难道你以前背着他劈腿过 我不是他轻生的 他的话音刚落 吃恩恩立刻捏了一下他的脸 胡说八道什么呢 吃宝贝现在对捏脸格外地敏感 立刻就从他的身边弹开了 说道 本来就是啊 你又没有劈腿 我又是他的轻生的 他不对我好 那对谁好啊 亲生的也不代表他会对你好 他有必要纠正一下吃宝贝的逻辑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应该和绝对 他也是持建国亲生的 然而 那个男人却是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当成了父亲 厉北街和他比 真的是好太多了 吃宝贝皱了一下眉头 像是想起了什么 本来想反驳的 忽然又闭上了嘴巴 趁着吃恩恩继续跟他说话的时候 强先说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隔壁老王最近是对我不错 反正他对我不错 我也会对他好的 等他老了 我会养他的 最多 那对他像对你一样好了 这一句他说的特别的勉强 就好像有谁在他的身上弯了一坨肉下来似的 他长大了 要对吃恩恩很好很好 要拿好多钱给吃恩恩用 给他住最好的房子 亲最好的佣人 配备最好的大厨 反正就是把最好的都给他家女人 他还要给诺诺那个小笨蛋 留很多钱 免得他那么笨 不会赚钱被人给欺负了 现在还要养着隔壁老王 又要花很多很多钱 九岁的吃宝贝忽然肩膀一沉 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生活的重担压了下来 他默默地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忍不住地感慨了一句 男人哪 唉 就是命苦啊 吃恩恩睁大了眼睛 不知道他好好的又在感叹个什么劲 正好这个时候 丽北爵已经把车子开过来了 两个人默契地结束了刚才的话题 上了车